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adego我们一起看天气 大家好我是郑传希 首先呢几个重点 今天提醒给大家 从星期四的晚上开始 将会有一道封面通过 那这个封面呢 主要是通过台湾北方海面 不过呢也会对我们带来一些降雨的状况 尤其是北部温度将会有一点下滑 那这个有些阵雨的情形 开始要逐渐出现了 在星期四的晚上到星期五 是这个天气转变的时间点 提醒您要注意一下 这个下雨以及转冷的情况 至于中南部呢 其实受到影响是比较小的 天气形态在未来几天 大致上是属于多云的天气 那温度呢在早晚的低温 也是有一点转凉 至于在星期五开始 这个天气状况都是没有这么稳定 尤其是在这个中部以北 大致上都是受到这个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都会是比较凉比较冷一点的 那至于在中部以北呢 都是这种湿湿冷冷的天气 所以呢这个未来几天啊 这个天气状况有些改变 要多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未去云图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北方的海面 到这个中国南方一带呢 这边水气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多的 可以看到云层量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水气比较多的区域 那预期在未来几天呢 会逐渐的往南边压下来 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 水气逐渐接近到北台湾 以及台湾的西半部 所以呢从星期四的晚上开始 就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一直到星期五都是一样 那到了这个星期六 以及星期天呢 主要下雨区 还是以这个北部为主 在这个中部以及南部的降雨状况 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因为呢到了这个六日啊 主要下雨区就开始集中在这个北部 那至于在这个未来几天呢 北部的这个温度趋势来看一下 可以比较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 是正在下滑当中的 从这个星期四开始呢 这个北部的高温就有点下滑 来到23度 那到了星期五 以及星期六呢 温度是一路一天比一天 还要凉还要冷 像是最低温呢 在这个周末啊 大约只有14度左右 所以提醒您 像是这个今天非常温暖 可是呢 到了周末 还是会有转冷的这个情况 要多注意 但是在中南部 其实影响就没有这么明显 周末部的影响呢 大致上是属于是有低温 有一点转凉 由原本像是今天来到23度左右的低温 到了这个星期六 以及星期天 来到19到20度左右 早晚会转回比较凉一点 整天的天气形态 大致上还是以多云为主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日雨区 在未来四天的这个降雨状况呢 可以看到 星期四的时候 在这个中部以北下雨 还蛮明显的 到了星期五 以及星期六的时候 慢慢的往这个北部集中 所以在双北地区到基隆呢 可能在星期五 以及星期六 都是会有下雨的状况 到了这个星期天 也是一样 零零星星的这种短暂雨势 都会容易出现 那至于在这个温度上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北部的这个温度啊 大致上是18到21度 中部是20到25度 南部呢比较温暖 20到28度 至于东半部地区呢 是属于这个20到23度左右的这个温度状况 至于明天白天呢 台湾各地的温度 其实这个跟这个星期三的时候 相差并不大哦 北部这个高低温 大约是17到23度 还蛮舒适的 这个中部是19到27度 可以看到这个中午的时候 开始转为比较温暖 南部呢 像是在屏东 有机会来到30度左右的高温 早晚的温差 开始这个还蛮大的哦 开始逐渐加大了 所以这个温度状况 稍微留意一下 在中南部活动朋友们 早时晚归 记得可以穿上一件比较暴暖的衣服 好 以上是今天天气 感谢您的收看